我們學數學的目的在於 降低對於某兩件事情的依賴 所以每個人都應該要試著把數學學好 因為學數學這個訓練的過程可以讓我們降低對於 智能與記憶的依賴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如果今天我問真的很簡單 我去超商買茶的飲料 那三瓶60塊一瓶多少 20 哇這麼厲害 算得快 你會覺得說不是我厲害 是這個題目太簡單 好那我如果再換一個問題問你 這個寫好的 有一瓶牛奶 它現在只剩下原本的5%滿了 那我把它倒出來量一量 那發現它這8分之5滿的時候去量起來有7分之12公升 請問原本整瓶牛奶油幾公升 好 那來吧幾公升 這個我相信如果是成年人 比如說大學生或者是家長 說不定這樣的題目還不算太難 可是其實對國小一年級的同學來說 跟國中一年級的同學來說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不是這麼簡單了 所以說是因為題目難嗎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看看 其實這個題目跟我們剛才問三瓶查60 一瓶多少 是差不多的題目 那為什麼剛才那個問題你可以答那麼快 這個問題你卻要想很久 不只是在分數運算上熟不熟練而已 而是你是不是很肯定你該怎麼算 有一些國小像這樣的問題 其實我是在國小看到的 也不見得要到資優數學 一般的國小的數學就可能會教這樣子的題目 那比較聰明的小朋友呢 他可能就會有這種想法 就是說 OK 現在八分之五滿是七分之十二 所以是不是七分之十二乘八分之五 這會不會是答案呢 好 那我們假設這個小朋友很聰明 所以他寫下來之後他想一想 乘了八分之五是變小嗎 那如果原本比七分之十二少 那又剩了八分之五 就不可能是七分之十二了 要不然我來乘五分之八好了 他就會想說 那我把七分之十二乘以五分之八 那這個算出來是不是對的呢 想想看 這樣算出來的數字到時候 他如果其實只剩八分之五 你再把它乘以八分之五 會約掉 對對對對對 就是這樣子 像這樣子的思維過程呢 其實是很常見的 那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這是透過你的智能再解題 其實你不是很明確該怎麼算 只是 因為你腦袋轉很快 所以你寫出了一個不太對的 你就會想到接下來會怎麼樣 這樣子好像不太對 所以你應該怎麼做 可能是這樣子 然後想一下 嗯對 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是 建基於在 第一個 你的智能轉很快 第二個 你對 當然要對分數運算不害怕 我們要學數學的目的 就是要 降低這種對智能的依賴 我們學習某一種方法 最後就可以不用再依靠這樣子 想來想去 想來想去 我們只要尋著那個方法做 做完了就會對 那這個是我們學習 數學的目的 那當然有的 同學們可能會問說 那我就是很聰明 我就不需要學囉 那當然不是這樣子 你假如很聰明的話 你學會了數學 你就可以學更難的題目 或者是 你可以用這個 因為你降低了你去 處理這個問題本身的成本 腦力的成本 就像電腦的效能一樣 你降低了處理它的成本 你就會有多出來的力氣 你可以去 有創意的聯想 或者是去複習去檢查 我們來看看這個 我們要用哪一個方式來解決 剛才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第一堂課 其實要稍微的教一下 這個方程式的解題 那也許有一些 看收看這個影片的家長 或者是大學生們 會有印象 方程式解題好像是 第一冊第三章的部分 那在這裡就附帶介紹一下 由於我們現在進入了所謂的 免試升學的階段 那 免試升學並不是說 就不用考試不用看書 我們當然還是要學習 但是它給了我們一個契機 就是我們可以採用這個 比較螺旋式的教學法 什麼叫做螺旋式的教學法呢 以往的學習就是 我們現在教分數 然後 在這一章 也許長達兩個月之內 老師就一直跟你教分數 一直講分數 一直講分數 那下一章 我們來解方程式 就一直解方程式 那分數這件事情就丟著了 那這樣子的學習經驗 其實對學生來說 有一個缺點 就是學生會把數學看成 是一張一張的 這一張有一些公式 背一背 有一些題目 帶進去解出來 下一張是另外一些公式 背一背 有一些題目 帶進去解出來 那這樣子就變得好像 歷史有沒有 第一張是什麼 明清時代 第二張是什麼 荷蘭 荷蘭人統治期間之類的 那其實數學不是這樣子 數學是連貫的 而且呢 像數學這種需要思考的科學呢 我們假如能夠採用螺旋式的方式就是 一開始 比如說我們現在就學了一點點方程式 可是我教的不難 教很簡單的部分 那然後呢 接下來學別的學別的 又有提到方程式 又帶到 又提到又帶到 接下來到我們 我們跟著這個課本的進步 到了第三次段考期間 我們就會真的來上方程式 當然是就可以從更複雜的部分下手 而且那個時候 這樣長達一個學期 你們都會不斷的接觸到方程式 思考到有關方程式計算的準則 一開始有一點沒聽懂 後來又會再聽到老師講 你會聽一整個學期 那你對他就會不陌生 很多的這個國小的自優教育 其實他也不是很自優的課程 他是先修教育 那先修到底對學生好不好 我並不認為完全不好 有很多時候是讓學生對這個課程不陌生 他之後學習就會很有幫助 所以螺旋式的教學其實是有他的 我覺得有他的利益在 所以我們現在教很簡單的方程式計算 請大家在這個本子上面寫下這件事情 方程式求解 一言以蔽之 就是要公平 就是要公平 什麼叫公平 比如說 假如那個 我有姊姊 我也會姊姊 那小時候假如說我跟我姊 每個禮拜有零用錢一百塊 那因為今天那個媽媽他們要出去 不在家 所以呢 決定給我們晚餐錢 那媽媽就決定多給我五十塊 然後多給我姊姊一百塊 不公平 怎麼可以這樣子對不對 小孩子一定都有這個反應 那不公平嘛對不對 要不然就是怎麼樣 我跟姊姊都要拿五十塊 要不然就是 當然最好是我跟姊姊都拿一百塊 這樣才公平啊 所以方程式求解 最重要就是公平 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咦 開了 有一個數 不知道齁 我們畫一個這個英文字母X的記號 加3等於8 這樣這個數是多少 那為了公平起見齁 所以呢 請大家在這裡寫上這件事情齁 就是畫一個箭頭在這個等於這邊 等於的左邊是我 等於右邊是我姊姊 原本我們兩個的錢是一樣多的 就好像這個X加3原本是等於8的 那你現在在這個等號的兩邊 如果要做某一個動作 為了公平起見 你左邊做什麼 右邊就要照做 比如說呢 這個X加3等於8嘛 比如說像剛才說的啊 我跟我姊姊呢 我們都各多拿了100塊 那我在左邊加100 我如果右邊不加 這樣還有等於嗎 就沒有了嘛 因為光X加3就是8了啊 所以他現在又加了100 所以其實應該是多少 108嘛 你要幫8這邊加100 就變108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動作 因為我想要看到X是多少 所以我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我要把3減掉 那X加3 把3減掉 這樣我就會只剩X了吧 對不對 那為了公平起見 我的等號右邊這個8也要減3 我多寫一部啦 那我會建議你們也跟我一樣多寫這一部 這個 3跟3 一個加3一個減3就消掉了 這是一定的 因為我就是為了要讓他剩X下來 那所以這邊就剩X X等於8減3 所以X等於5 我們剛才在這個等號這裡畫了一個箭頭 麻煩請把它上面補幾個字好了 方程式求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維持等號的成立 如果有一天我轉頭問你 方程式求解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就要告訴我 維持等號的成立 怎麼做到 就是要公平 就是左邊做什麼 右邊就要做什麼 所以左邊減3 右邊要減3 我們回來到這個 這個立體裡面 我們先看我們剛才那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去超商買水 買了3罐水總共60元 那一罐多少不知道 所以3罐水 在這裡呢 我們就學習這個知識 什麼知識呢 就是3個什麼 就是用成的 那你想說這個知識我早就知道了 好啦 我知道了 特別的講一下 3個什麼 不知道 結果不知道一罐水多少 3罐是60 怎麼辦 這樣這個是多少 它乘了3 那我們剛才是 這個粉子上寫的是加了3 加了3不要我把它減掉 加3減3就變沒有了 那假如乘3不要咧 對 除掉它 所以除掉它就是 除3 其實我把它起到後面去 這兩個可以互掉 其實沒有關係 等於60 那剛才說了 方程式計算最重要的是維持等號成立 所以你左邊除3 右邊也要除3 所以一罐水是20 你看用這樣子去想 答案就出來了 當然對大家來說 包括對我來說 要解開這個問題 何需要列算師 對不對 就是 3罐 3罐 你差60 一罐多少 20啊 不然咧 但是問題就是 那你可以用 要不然咧來回答這個問題嗎 對不對 所以你要了解自己在做什麼 這個是我們在國中學數學最重要的 為什麼你可以降低對智能的依賴呢 因為你學到了某一個技巧 然後這樣子做總是會對 所以你就不用再去憑著那種想來想去想來想去 那答對的也不只是因為要不然咧 誒 不是20要不然咧 21嗎 30嗎 不對啊這樣 不是這樣 而是因為你很清楚怎麼樣可以找到正確的那個答案 所以你就不用再依賴智能了 一瓶牛奶不知道多少 我們這次來射這個X 一瓶牛奶不知道多少 那剩下八分之五滿 如果我有兩罐 就是乘以二嘛 如果我有半罐 就是乘以二分之一嘛 如果我有三分之一罐呢 就三分之一齁 所以剩這個八分之五滿 就是乘以八分之五 那結果他這樣子去量是七分之十二光生 所以我們剛才有說 我最後答案只想要這個X 我不想要這個乘八分之五 所以我就把它給除掉 OK 那你等號左邊做了這個動作 右邊也要跟著做 所以右邊也要除八分之五 所以我們剛才的這個算法 這個算法是對的 因為除八分之五就是乘五分之八 那這個國小有交吧 那這樣算出來是三十五分之九十六 這個是答案 可以嗎 三十五分之九十六公升 那這就是我們在國中學國中數學的時候 用這個例子來介紹一下為什麼要學數學 為了要降低對智能和記憶的依賴 為了要能夠讓自己知道自己在想什麼還會想對 所以那個家長們和老師們要留意 學生可能在國小的時候學會了一些壞習慣 比如說像我們剛才這樣子 他用他的智能 而不是沒有邏輯的 他就用他的智能隨便去抓兩個數字來乘一乘加一加減一減 然後呢 如果出現整數就是對的 很多學生都這樣子 那要讓他們改掉這個壞習慣 你不能夠亂湊 然後看看搞不好就是這樣子 來練習一下幾個簡單的計算 真的很簡單 來吧 請看 這個我們之後上課呢 也會有這樣子課堂的練習 我們等一下會出作業 不過課堂練習的話 我們會陪著這個看螢幕的 不管是學生或者是家長去把它解掉 通常我會安排的題目 就是因為有特殊的這個解法可以介紹 或者是一些思路可以介紹 那而且可以讓就是學生在寫作業的時候 我們可以聊一聊 像現在這樣子 那但是如果是作業的話 我不會每一題都講 我只會勾個一兩題 不一定 一兩題三四題這樣子 那把答案留在那個影片說明底下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請在下面留言 那可以問我 我們來看這幾題啊 很簡單 六分之一加六分之一 那為什麼要列這個東西呢 不是要讓大家通分 當然通分也是對的 就是自己加自己嘛 所以變成兩倍 介紹一件事情 自己加自己就是兩倍 喔這裡還要講 那來 再介紹一件事情 分數變兩倍的話 就是它的分母變一半 所以六分之一加六分之一 它就是三分之一 好 你想想看這個 它變成六分之一加一 六分之二四就是三分之一 好 那我們剛才說自己加自己變兩倍 所以自己減一半呢 變一半 那變一半就是它啦 八分之一 可以嗎 好 再來 所以這一題呢 自己減一半變一半 所以這裡變二分之一 再減一半變一半四分之一 再減掉四分之一的一半八分之一 剩八分之一 可以嗎 好 最後這題大家剛才有寫嗎 我們就是來練習一下我們剛才教過的 一個不知道的數字 乘了二分之一之後結果是三 那這個數字是多少 這個數字 我想我不要去乘這個二分之一吧 所以我是不是要去除二分之一呢 其實你去除二分之一的時候就是乘二 因為乘二分之一本身就是除以二啊 所以我把二分之一乘以X 把它再乘一個二 到時候二分之一和二呢 兩個一乘起來就是一啦 就不見了 因為X乘以1就是X 就是我要的 對不對 那根據剛才說的 公平 所以等號左邊做什麼 右邊就要做什麼 等於三乘二 X等於六 半個X是三 那一個X是多少 是六 我知道很多學生打得出來 那而且會毫無懷疑的 因為他抓到的數字帶進去 結果發現是對了 尤其在這個國小的 我講沒記錯六年級 有一陣子教解題目的時候 就是這樣在教學生了 他讓學生們一個一個整數去找 有沒有X如果等於1的話 那Y等於多少 這樣合起來有沒有30 之類的 他要學生這樣一個一個去找 其實我覺得這一張 是後來學生們在進入國中數學 一個很大的障礙 就他很多學生就在國小養成這種壞習慣 就是答案一定是整數啊 然後反正他也不管為什麼 就是一直找整數一直找整數 看帶進去會不會對 帶到對了就對了 那尤其國中他老師們出題目 不可能每一題都很難 不可能每一題都分數 所以他這樣子想也是有很多題 就被他答對了 那他就以為真的這樣就好了 然後錯的就是 數學啊 很多題目都很難的 會錯很正常的這樣 其實這是不對的 他是壓根就沒有把國中數學學對 為什麼 因為他還在依賴他的智能啊 對不對 一直找一直找 找答案 然後試試看對不對 找答案試試看對不對 好想一想想想想想想想 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不是國中數學要教的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堂課啦 那來交代一下作業齁 這個作業給這個鏡頭拍一下齁 然後大家可以抄起來 總共有這個 有兩張齁 各有七題到八題左右 好 那再自我介紹一下齁 我們這個節目是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我就是有熊老師啦 我姓黃 我叫黃伯漢 那我們叫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的原因有兩個 呃 就是有熊是我的筆名啊 那為什麼選有熊當筆名 一個原因是因為有熊這個地方是 這個我們王室祖先皇帝的發跡帝 是有熊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我有一隻熊 就是這樣子 對 我就是有熊的老師 欸 有點冷嗎 不會齁 我很喜歡我的熊 來 看一下我們第二頁 所以呢這個 好 請抄一抄齁 那我們下一次呢 會特別的去講幾個題目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有的題目上面有點齁 就是我准备下一次会检讨的节目 然后呢 大家有什么意见 还有这个教学经验都可以来交流 那我们这个节目希望 不只是学生们 可以国中生可以透过这个节目来学数学之外呢 我更希望的就是能够有家长 或者是这个要当家教老师的大学生 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了解到说 我们要怎么去教学生 期待下一集的相见 拜拜